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到《華家》本丁哥都分享了兩個 就是關於就業的數據 一個就是找工作的人是多了 證明就是他們的優惠都用得七七八八 都要多一些人出來 去找一份新工作 維持自己的生計 另一顆數就是預測將來會不會失業 自己的工作能否保得住那些測試呢 都去到新高的位置 其實這些都意味著 其實他們美國人從這些調查當中 對於自己的就業的環境 都不是太穩定的情況之下 對於他們無論消費等等 都已經明顯是審慎了 就是Walmart都說的嘛 他們現在的美國人都少了出街吃飯的嘛 多了就是買他們Walmart那些急凍食品 一些快食物 跟著就自己家裡煮蒜 從這些的習慣 從這些的生活模式都反映了 其實他們都慢慢對於自己的荷包都看得多謹慎 但是美國人都不想問一下 又未必真的好像大家看到 數據都看得到的 在美國那個非必需的消費類別 無論那類的股價 標普這麼大的分類指數 或者零售銷售 都見到是這樣立的 已經是一兩年了 當你的市在破頂 當你的盈利在破頂的時候 其實只是在說一小類的 就是AI 晶片那些 其他那些不是的 非必需的消費是不頗的 是啊 這類還有公用 我看Fedset的EPS growth的公用股都撐得住的 可能又是關於AI的時候 電力的需求 但是其實不是真的這麼均勻 我說那個美股那些公司出來 反映那個經濟現實的狀況 所以 金價這一刻的作用是怎樣的呢? 因為我們可以安好多個作用的嘛 避險也好 去反映那個減息預期也好 有什麼看法 博士? 金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一般人買金都是買一百塊的 是沒有作用的 真的不要刺爆出來 說真的是不是沒有作用呢? 我想你家裡都一堆金的首飾 如果戴在身上都很重 你都不會戴上來做節目 當然不會啦 你都不會戴出去中環周邊的矿 現在被人看到更不利的 其實一般來說是沒有作用的 不過呢 今時今日你看到經濟一般的 你那個市場不斷上去 那你的錢總是審慎的嘛 是啊 你不敢看坦那一回事 你敢不敢大手再賣上去 都不會有很多錢夠膽賣上去 那你有一塊錢會搬出來是避的 那當然你有很強烈的看法說 我減息的我會避險的那些就入了債了 但是如果你的看法相對中性一些的 那些就可能去了金了 金的經濟周期關係比較低一些的 你當這樣避一避 而且不時又說打仗 不是這個打那個那個打別的 就是有這樣的講法的時候 那金也都偶爾會爆上去 何況那個通脹壓力 其實如果你看多兩三年應該那個壓力就在了 那個通脹不是跌得那麼理想 所以金其實是中場比較看得好一些的 因為通脹之下 因為戰聯之下 因為那個經濟可能 就是起碼周期上來的那個前景一般之下 那你有原因去看好它 但是它又不是走得特別快 它又慢慢退上去 那這種就很坐的 坐得舒服的 就是你買金你就 其實anytime就黑暗買 那種不輸去哪 就是跌極的那兩三把 坐一坐它就上回去 都挺過癮的 其實就是它現在就是走著這種這種的蠻牛模式 可能它走到某個位置就會飆得快一些 哦 你說得好像很過癮的 不過我看回你 這種聲勢是很過癮的 是坐得舒服的 就是如果你美股那些你開始坐得不舒服 就是突然間扔你十幾十個 你開始不是好像之前的 之前坐得舒服現在是不舒服 現在到金就相對坐得舒服些 嗯 現在進場又會不會太遲呢? 但是我剛剛在節目前才跟你說 想賣些金而已 因為我最近金行都挺多人 我相信他們都是賣金的 你看六個月的前景應該不遲 都可以的 哇 你是不是又看六千啊?我想問 為什麼突然之間 三至六千啊 三千應該沒什麼計算的 就是三至六千 但是那一刻它不會很快的 它會慢慢移上去 圖圖都看到它是一層一層的 就是橫行這段時間它就爆上去 橫行這段時間它就爆上去 你看到它的圖案的 你看你的trading timeframe是多長 如果譬如你trading的相對短一些 它有一段時間 你可能買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都會站在那裡不動的 那你就覺得悶了 或者它不動的時候 其他東西正在動的 其他東西正在動的時候 其他東西正在動的時候 如果你的炒作是比較中短線的 可能在說幾星期一季之內的 那你可能要抓 但是你說如果不是 我長一點點 那當然就沒什麼影響 就是你買了放在那裡忘記了 那我有個問題了博士 因為你說金都很反映 接下來幾年的通脹的前景 但是我記得你之前給我的圖 你看那個息率幾年後都去到百里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修正到 那高息其實不利金的 是不是有一個矛盾在那裡呢 它高息也好 它追不到那個通脹 哇 從來近年 就是那個通脹都是 通脹最高去到九厘 息口只是最高去到五厘多 那你實質上那個利率都是負利率的 嗯 那角度看的話 就是其實通脹是比息口厲害 你之後那個息口 通脹是一回事 但是你一天如果沒有發生一個逆轉 就是好像80年代那時候 要將息口加到通脹很多 然後按回通脹來 因為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對金價的威脅就不會很大 哇 你那個利率 這個圖還是V 你還是V 就是8厘的圖 息率8厘的圖 不記得了 如果你的息率8厘 那你的通脹是不是十幾% 就是如果那個通脹真的 殺上去的時候呢 那當然你腸息就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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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反映了 嗯 那我記得那個8厘其實是十年期息來的 如果十年期息 就是市場利率 因應那個通脹 可能隔幾年再飆上去的時候 對應的反映呢 不奇怪 你想上6、7、8厘都可以 之前的10年都上個5、6厘的了嘛 你8厘就高一點而已 高一點而已 你如果下一回合的通脹再來的時候 那些長息是有條件再追去那裡 但是那個短息 就是那個政策利率 就未必會追到這麼快 嗯 所以很多時候就 就是 就是 怎麼說呢 你那個通脹是 如果真的 上回到上次的高位 那些長息就追到差不多 那你的短息才可以 就是 叫做滯後加上去 聯儲局是反映慢的 嗯 嗯 可能又要加回去 5、6厘 不頂啊 就是 但是你這樣說的話 那條curve還是斜向上 是啊 通脹就會去得快些了 那會不會去到最終 要聯儲局再進一步加 加到高的通脹 那這個後話了 這個不知道 如果你問我那個8厘怎麼來的 我就估計是這麼來的 但是這個在說 兩、三年後的時間最快 沒有這麼快 嗯 知道 那既然看這個金 還可以慢慢這樣坐上去 就是現在在走一個萬鈾 那其實反過來 那個美匯 那個美金 那 那是不是真的 若美元來臨 還是已經 已經踏入了 若美元這個 這條路了 已經 現在都101點多了 一定的 你 就是 就是 這些回合 因為炒美國減息 就 那個市場 那個 反應大一些 加上有 Risk On 配合 但是Risk On 都是啦 因為你走到這些位置 那個 基本因素都不太撐得到 嗯嗯 如果一 risk off 其實那個美金又很難再對的 再加上你減息的時候 又不只是美國減的 其他都減的 現在市場只是倒在一邊 只是看美國 只是講美國 不講其他不減的 不是的 其他也減的 其他被人拿來講的時候 它就對下去了 所以現在你的美金都是所謂試一試 一些技術 說100左右 你穿好不穿好 都是差不多 其實都是上次的低位 你去那些位置 其實 我想暫時的框架看法 其實很容易的 之前不是沒試過 突然之間拉加德 歐洲那邊 歐洲央雄那邊 是英國鮑威爾的口吻 隨時可以反轉 應該這麼想 如果衰退衰起來 歐洲那些 其實應該比美國是頑皮的 到時如果你真的炒減息的話呢 現在一八位遙佑 因為早年舔過的東西 試過的通脹太高了 這次又不是很敢鬆鬆 很厲害 那你加上如果外圍比美國壞的話呢 那你外圍的那個減息壓力都大的嘛 你到時又會反轉港 變成反轉港之下 加上市場 如果轉brist off的話 那這個美金就有機會上去了 我更正剛才講拉加德 不是英 講甲 最近英甲甲甲都搞得我好亂了 是的 因為博士都見過金價創新高 都為我們準備了世界黃金協會的圖表 真的從ETF那些的 不是我為你準備 而是世界黃金協會為你準備 但是你為我們拿了世界黃金協會的圖表 不用錢的 舉手之勞 是吧 真的那個資金流呢 就從那個demand side 就不是看得出是支持那個金價的 因為那個增速反而是方緩了 不過不是的 你這次你weekly這樣看呢 你對上一個星期是流出的嘛 接著變回流油呢 會不會都有些支持作用呢 沒有什麼關係的 就是一直都是平穩的需求 這個需求是現噸的 你要留意 是 現噸計 一直都是這個噸的需求 價無端端夾了上去 這個我就 見到的關係 跟之前就不是這麼形成一個正比關係了 就是我故意就撿了就這幾個月給你看 就是這幾個星期給你看 但是如果你說看遠一點的 很多個星期以來的話 其實這些棒 就是那個全球的需求 那個總數 跟那個價應該是相比的嘛 你看到近期不是的 那個需求是打橫的 但是那個價是上的 那就是那個價其實上得來就不是太多基本因素了 就是我們還有兩張圖都看到類似的東西的 它有一張是按那個類別那個需求 這個這個這個 是的 按類別需求去分的 那就 你看到那個需求其實最近是在下跌的 這個不是貴度的 我記得是貴度的 貴度的 但是下面的數字亂碼了 不過淺知識央行 接著就 沒什麼所謂啦 你總之一條棒就一季啦 那你看到最近這10個8個貴度其實是在下跌的嘛 沒有10個8個 只有5、7個6了 這兩年來其實那個貴度的需求是一直在下跌的嘛 那你又不可以說那些不是因素 不過金已經不是由金市內部的因素去解釋 已經是由外圍那個宏觀因素去解釋 那這些通常就是周期性的 如果純粹是金本身的供求控制住那個價格 那個就是長期性的 比如說香港這樣說 你說樓價 如果你說比如說 供求這樣說 有多少住戶有多少單位這些長期供求的因素 其實就控制住長期的那個樓價水平是高還是低 但是如果你一去到有周期因素 比如說宏觀的通脹啊 息口啊 美匯啊那些因素 那些往往就控制住那個樓價那個周期 就是那個樓價會不會周期性出現大升或者大跌 但是如果你回到這個情況就是 如果你長期說是供不應求 你可以解釋到長期那個金是 就是那個價格應該是長期說是浪高了 還是壓低了 那如果你看回那個金那個官方持有呢 就是在05至10年之間呢 曾經是由一個淨沽變淨買的 全球那些央行 那這些是結構的因素 令到那個金長期說就浪高了 你記得如果20年前的金價是二三百 幾百塊而已 那你現在長期來說那個金已經浪了上去二三千了 就是講的是是十倍了 但是這個就不是周期的因素來的 這些是和你間接性的一些 那個所謂周期就是去到某些位去大升大跌就 比如2011年就見到一頂大跌的 那些是周期的因素 那些因素通常就和宏觀有關 現在這個是weekly holding線燈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拜裡面 然後其他的顏色是拜地區 地區這個是不是地區 不是啊 這個是什麼呢 我忘了 我拿了一些我數據我拿了 但是我也講清楚這個數據是世界黃金業會做的 所以我也不記得是什麼呢 這張呢 他就分了北美啊 歐洲啊 亞洲啊 和其他地區持有的黃金噸數了 是的 不是啊 這個是ETF那個holding ETFholding來的 我講清楚給你聽 這個和剛才那兩張圖的分別就是 剛才那兩張一個就是 第一張給你看那張按地區分的需求 第二張看那張 最近幾星期按地區分的 第二張看那張就是按類別的需求 那些什麼 珠寶壽式啊 Click Click 第三張那張都是需求 不過那張就只是看ETF 這個看ETF就比較看得到那個市場 尤其是金融市場對黃金 就是pay per go 尤其是炒出來的那種需求 我們說speculative 電話 就是剛才講的那種按地區按類別 就是很多時候買一九九 一磚磚的買的 你這個就是金融市場 市場裡面槓桿買出來的ETF需求 這個ETF來的 那個淺藍和深藍是 淺藍是歐洲 深藍是北美 是啊 還有幾個顏色的 不過很少了 你看不到 綠色是亞洲 但是這裡就是告訴你 就是那個需求呢 就在這幾年來講呢 就一直在減的 那個金價就不斷爆上去 以前來說不是這樣的嘛 你的需求上 金價上 需求下 金價下 它現在近幾年就呈現了一個反比或者背持關係 就是其實ETF就給不了解釋給那個金價的 反而如果你真的ETF的因素應該就推倒了金價 但是金價一爆上去 你從這樣看呢 你就看到那個金其實上得來就不太 就是慢慢少基本因素支持的了 現在本身金市裡面的供求因素就少了 就只是靠宏觀的那些減息啊 就是通脹的預期啊 那些因素去撐著它而已 嗯 OK 所以呢 從宏觀的環境 因為博士你看 接下來幾年的那個通脹 都是有機會是再反彈啦 甚至在這麼高的位置啦 所以那個金價 如果以長期來看的話 就應該是會慢牛息這樣再向上去的 那些三幾千都是在說一年 嗯 可能看來看一年 忘記了 總之都是一兩年內的事情啦 如果爆上 金都是一個澎湖來的 如果用這樣的角度來說 就是它現在就慢慢由一個慢牛 就可能慢慢越走越快 變成快牛 快牛就會縮短了你看那個的時間了 會不會啊? 不會 因為拼圖都是拼出來的快牛 所以我跟回覆圖都是 都是猜它會快 它現在來到這些位置呢 我相信 二千六七 如果它一破到呢 它上三千那一刻會很快 嗯 OK 那這一浪應該是相對急些 但是那些浪可能還沒走完 它再有一個大一點的調整 那個浪就再快些 那真的飆上去就回復天空了 三千以上 不知道它怎麼走 到時怎麼走就行了 哈哈哈哈 今次的天空 從未來就走 又是第二次 天空 一開始 一開始 一開始